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30个词族 我们知道词族有大有小 大的有100多个人 170个 150个 110个 120个 小的词族像这样的比比皆是 超过50以后 基本都是小词族了 所以重点在前面 像今天这样小词族啊 少 所以今天我们来讲啊 叫另外超 这样一个概念 好 首先我们来看啊 它里边的代表 代表谁啊 就是AL AL这两家伙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心就凉了 说实话 为啥了 因为依据我们过去的经验 怎么样的词根坠好学呢 长得长 为什么呢 长得长好辨识 你现在就两个字母 不好弄 所以我们就是今天这个课啊 我们就把所有表示令外 超正概念 我们单次合在一起就行了 我们进行一个合在一起的一个 一个一个背诵 我们起到这个作用就好 这个辨识度真的不是很高啊 我先讲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 他们的基本含义 ALE啊 它表示的含义什么呢 是另外 是另外一个 另一个 那这个超是怎么来的呢 那很简单 比如说你看 我就拿这个图来讲 别人都里边 我们就说是鸡蛋也好 是苹果也好 别人都是一个 那我还有一个 我比你多一个 这就是超的来源 那就是另外 怎么变成超的 就是你 你每人一个 我另外我还有一个 我超你 这么来的啊 今天四周 简单二十个 ALE啊 我们看着他们在一起 就行了啊 我们都合在一起 另外超 那就是另外 是一个概念 超是一个概念 好 而且有个好消息啊 我们也得讲点好消息 ALE啊 是这个 这个这个 原因字母分不清 变成UL 大家也要见过 啊 那见过见过 那就是写错了 格林定律 对不对 无所谓 超呢 主要呢 交给谁了呢 就交给这个UL 就是我们学过的 这个前缀ULTRA ULTRA本来就等于 Super Super 超级 中级 最牛的那个 所以大家如果 最近不是 这复联热在这吗 对不对 复联二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看到了 对不对 一个奥创 奥创纪元 那边那个大反派 奥创谁啊 现在再看看 这个ULTRA 表示中级 超 ON表示人 或者东西 名词 所以它是超人的 另外一种说法 ULTRA 就这个奥创奥创啊 是超人的 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超 基本由UL来完成 UL来完成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有哪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第一 我们从小就学的else anybody else anything else 还有其他的事情 另外吗 EL在这 大家看看 else 形容词 副词都可以 第二个 第二个叫alert alert 这个词蛮 用的蛮多的 alert 但是呢 词源上有争议 有一派呢 认为说这个al 就是我们的 2 什么意思没有 这个ert啊 它是我们原来讲过的 erect 竖直直立 讲到rect 直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啊 就是起来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一派词源认为 他就是 就是单纯的起来 另外一派认为 是这里边这个al 上市外人来了 敌人来了 请你赶紧起床 我认为不管哪一种 讲的都有道理 就是赶紧起来 赶紧爬起来 别睡了 敌人来了 外人来了 alert alert 这个词也很好记 你不会记不住 因为当年第一个 那个战略战略游戏啊 红警 红警 red alert 一般我们讲 cold red cold red 讲到红色警报的时候 那是警报级别 最高的一级 叫red alert 好 还有一个单词呢 我们先把词源说 叫alarm 他俩在词源学上 可以做compare的 叫什么 compare 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单词 但是词源还不一样啊 词源上不一样 但是可以做compare 同一词 这个al 确实 arm 这里是武器 大家知道吧 胳膊 武器 就是赶紧 敌人来了 去拿武器 这是他的词源 但是我们放在一起记了啊 就是alarm 就是你生活中 能碰见的alert 对吧 alert的警报 那么alarm 什么呢 alarm 就是我们赶闹钟呗 每天早上把你耗起来 让你起床那个东西 alarm 你最讨厌的 闹钟 嘴还一层隐身意 就是闹钟啊 警报响起来 大家害怕 惊恐 要出事 alarm 以后见到呢 无非这几种含义 让我们来看 他正式词足 有哪些 好 第一个正式单词 要认识 这长得短啊 叫auter 叫auter 大家小心啊 背单字是小心 这里我要说一下啊 首先要把这个 如果是altar auter 那是另外一个含义啊 我们先说吧 这里是ter altar 就是那个 叫什么 叫中文 想不出来了 叫什么 祭坛 祭祀用的啊 另外一个意思 那另外的词源 我们先说一下 auter 回来说到我们这个 技术一二啊 一二 好 al表示另外 这个t一二啊 在这里 一二好记啊 比较急嘛 我们学过的一二啊 跟一二要分清 他来长得有点像啊 刚才说过了 一二比较急 那么这个比较急 在另外这里 也没有什么太大含义 什么叫比较 比较也是另外一个 比是跟谁比 跟下一个比 跟其他的比 所以两个都是另外 所以它是一个动词 它的意思就叫 变成另外一个 所以它意思 很简单 auter 等于一个高大上的change 高大上的change 变成另外一个 变成另外一个 比如你各种各样的修改改 都可以用它 auter 好 我们来了 auter 开始生孩子 auter叫变成另一个 然后给它加上万能词后缀 ate 首先呢 它应该完成的任务 alternate alternate 首先完成的任务呢 叫另一个的 对吧 我们先看形容词 所以它叫替换掉的 换成另外一个的 这里由于我们的这个词根 al 它讲的是另外 它主要强调是另外一个 所以这个auter 的这个交替啊 交替啊 讲啊 它这个替换的 有什么特点 它叫交替 它叫两个人里边 两个人里边 你看 由蓝的变成 由红的变成蓝的 由蓝的再变回红的 对吧 这个叫交替 两个来回换 叫alternate 所以我来讲点生活常识啊 帮助大家记一下 大家知道 那个交流店的吗 交流店 你说是DC还是AC啊 你说哇 我交流店 AC AC的A 就是来自于这个 alternate alternative 等会我们讲啊 叫交流 因为它这个 这个物理学的 好多同学啊 这个这个 我怎么就物理讲讲 我直接讲不下去了 我好歹还是理科生 我天 就是那个正玄波 大家自己 呀 真的好久不学 行了 你就知道就行了 alternate 两者的交替 所以呢 哎呀 自己感到倍感尴尬啊 突然想起来 这个物理常识 已经忘光光 我天 那个叫什么 正玄波 余玄波 得了啊 让它过去 两者轮流交替 alternate 所以当它做动词的时候 叫轮流交替 啊 由上到下 由阴到阳 由男到女 男到女不能变 好往下啊 所以alternate 两者的交替 加上tiom 加上om 变成名词 所以alternation 没问题 就是交替 就是轮流 两者来回换 所以当它变成形容词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讲到alternative alternative 第一 叫可以替换的 这东西不行 换下一个 但是记住 他一定 请大家记住 啊 一定 这一词组里边的换 它跟change 有什么区别 叫二选一 因为他一定要体现 他词跟那个词 叫另外一个 啊 是二选一 A不行上B B不行换回A 永远是这样 叫交替 另外二选一 alternative 好 所以alternatively 这个就来劲了啊 看好这个副词啊 他第一 叫替换D 是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 我们在写作当中就可以用 你平常怎么说 或者 啊 怎么说或者 你会说or 对不对 or or 对吧 我们把这个土豆 可以切片 or 我们可以切丝 我们这个or 这里说就有 alternatively alternatively 或者高大上的or 但是记住 他还是二选一 记住啊 好 那么alternative 他也可以做名词 我们知道IV也比较调皮 那么叫另外的选择 啊 另外的那个东西 另外的选择 plan A 不行上plan B 但是记住 二选一 大家打一下啊 打个一 记住啊 就这整个词组出来 都要记住是二选一 两个里边选一个 啊 这个是这这组里边最特殊的地方啊 二选一啊 只能二选一 所以轮流交替 看好这个中文多帅啊 好 下面一个 来了 先给我念 不要念错了 叫alien alien 好 al我们说了 另外的那个 另外的那个啊 好 他可以形容词 可以名词 先来看他形容词 叫另外的东西 外人 先说形容词嘛 咱们都是在说这个名字 外人 什么叫外人 你不熟的人吗 对吧 第一叫陌生的 第二一看 哇 这这外国来的 做形容词叫陌生的 外国的 可是做名词呢 他叫另外的那个人 这就到你们了啊 另外的人叫什么人 第一 外国人 没有问题啊 第二 还有个挺酷的啊 第二你看 从其他地方来的人 外国人 还有从其他星球来的呢 外星人 所以当年在我上学的时候 我记得啊 有个片子叫 Alien 一行 那说就是外星人 那么就长这个德行 把我吓得当年 好 一行一二三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如果当年看过这个片子啊 你这岁数应该是 可以了啊 不小了啊 所以Alien 是另外外头来的人 外国人 外星人 好 我们下看 下面一个叫 Alienate Alienate 简单 A-T-E 这里做动词 我只要告诉你 他是动词 那就什么意思Alienate 让你变成Alien 让你变成Alien 让你变成外人 那就啥呢 本来咱们是一家的 对吧 但是你做了很多 对不起我的事情 你把家里都败光了 不认你了 Alienate 你给我滚出去 你现在是外人 所以他叫疏远 冷漠 冷落 让他变成外人 Alienation 也是疏远 冷落 不再喜欢 所以大家以后不用老说 I don't like you anymore 听起来怪怪的 不是怪怪的 俗俗的 Alienate 让他滚到一边去 好 下一个 叫Altrueism Altrueism 我们先来观赏一下 外国人的奇景 请大家一起静下心 来跟我一起看吧 ISM是行为主义 我们说的已经不愿意说了 好好的Ultra 看看 看看 体会到外国人 格林定律之美 当然这是美 体会到老外的拼写的牛的 打个一 观察一下 你的Ultra 打个一 你的Ultra发生了什么事情 U跟A竟然背起来 能够倒个个 格林定律 遮羞布 哈哈 好了啊 行了不说了 这里的Ultra 就是背错的Ultra 这水平 下面 ISM表示行为主义 所以这个Ultra 就是老为别人的这种 就是活着是为别人的这种行为 活着是为别人的这种主义 这种真的好啊 你看下面对他的解释 selfless 无私 一切都是为了别人的well being 为了别人的幸福 为了别人的福祉 所以这个特地的叫利他 利他主义 利他行为 就是无私啊 就是无私 无私帮助别人 活着是为别人 雷锋 Altruistic 叫利他的 无私的 very good 如果你用厌了selfless selflessly selflessness 你可以考虑这个单词啊 这个单词蛮大的 好下一个叫alibi 先给我念啊 叫alibi alibi 这个讲几词 要不先讲一下 它最早是个副词 它的副词意思呢 是在其他地方 叫elsewhere 这个词啊 就是翻译过来叫 elsewhere 在其他地方 但是现在呢 用作名词 用在哪里呢 法庭上 或者公安局 局子里边 审刑啊 那个命案在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赶紧说啊 那个时候 我赶紧讲一个alibi 就是什么 那是我不在现场啊 我在其他地方 我在其他地方 我不在当时 我不在现场 所以第一 他叫不在现场证明 第二 你这种行为叫什么 叫托词 辩解 alibi alibi 下面一个单词 跟他一样一族的啊 叫alias alias 从词员上来讲呢 他叫方式 这里就是 就像那个likewise 这里的as 叫那个wise 就我们讲likewise 还有那个otherwise clockwise 顺时针 以什么方式 这个叫别人称呼你的方式 称呼你 但是另外一种方式 啊 比如我称呼这个 我的邻居 啊 叫老王 啊 名上 我一高兴 称到老王吧 不能这样讲啊 就是别名 别名 开个玩笑啊 我还有其他名字 啊 我还有其他名字 你可以叫我老苏 也可以叫我凯文 都可以啊 好 讲了这么多啊 终于讲到超了 讲了前面那么多乱七八糟 全是什么呢 全是另外 终于到超 超我们说过就是ot 啊 这个ot ot otra 啊 ul 他来面了 好 ultimate 这个单词 原来我们讲过 这个mate 我们再强调啊 它是形容词的最高级 基本等于max 好 这个单词合在一起 ultimate等于超过了所有人 超过了所有 超过所有人 你是谁 啊 你是谁 你超级 终极 你是最强的 大家记住啊 叫最强的 最重要等于most important 或者最强的most powerful 终极的 最终的啊 你派出来的叫 咱们中国人叫什么 杀手锏 或者叫压轴 啊 等于这些 所以你看啊 呃 体育比赛里边 只要有ultimate 叫终极啊 ul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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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极赛车 还有啊 不知道大家爱不爱看这个 哦 这个是ufc 现在格斗界是最强的 那叫 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 啊 终极格斗赛 这里边的人 都是最牛的啊 那打起架来是最 没有任何规则 只要你能把对方打倒 爬不起来 你就赢 ultimate 最强的啊 最强的 好 所以最后 他的副词 ultimately 啊 第一 你既然是终极的 我们就有最终地 如果你的ultimate 原来的意思是最强的 最重要的 这里叫最重要地 等于most important ly 所以它是ultimate 生出来的ultimately 大家看到了吗 啊 对了 才看到了 卫生命服务 对的啊 好 现在看到了 打个一吧 同志们 20个单词 我们15分钟都算讲的慢的了 东西传上去 记着复习 今天还有一节课 哈哈 下面也是个小字组 好吧 我们下午见 或者晚上见 看好通知 好吧 好 下课 大家记着复习 今天给大家时间复习 好 我们马上传东西 请不吝点赞